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都偏向传统的meat bean 因为现在的心碎那间 他真的挺着重小朋友的 可能是中国人 可能是少少瑜伽思想做base 我觉得其实小朋友 都是可以由这些 慢慢去build up 他自己的良好的性格 因为其实国际学校都是好的 他可能会很open 他可能会激发到你 很多不同的创意或者思想 但我觉得如果小朋友 那个三岁定八十的底很重要 如果小时候他的底是build up得好的话 他有一个充满正能量的小朋友 例如他有识 我觉得他将来去学其他的language 去学其他的知识 应该是不难的 因为我也是吸收我老公 告诉我 因为他以前在美国大学 教不同国籍的人的时候 他说其实会观察到这些情况 那些外国人是会很 什么都会问 什么都会举手 他们是很active 很不怕臭 但其实他们问问题的内容 可能会空洞 但可能你会见到 其他的华人 或者中国人 他们很静的 通常你都知道 他们不喜欢问问题 不出声 但其实他们想很多不同的东西 但其实他们功课成识 也是好的 或者他们可能比较害臭 所以吸收了不同的经验 我自己做新一代的妈妈的时候 你就要从中去找平衡 就这样 那咯